在国道上仔细看左前方这辆休旅车 门户大开 后方车辆也吓到赶快减速离他远点 驾驶想靠近他闪灯 告诉休旅车你后车厢没关 但他还是没发现 后面车辆爱莫能助把影片拍下来 仔细看这辆休旅车 车厢里不止有挂衣服 还有一堆纸箱几乎都满出来 就怕东西掉落砸到其他车辆 事发在28号中午目击的王先生说 当时在西罗站休息 已经看到这辆休旅车 一路沿着国道一号要南下往高雄 开了一公里沿路大约10分钟左右时间 这辆车都没发现后车厢门没关 正要安他喇叭的时候 然后他自己就发现 因为我就看到一只手伸出来 他想要去拉那个后车厢 好像也没有拉到 然后他又突然减速 然后就往右切 表示后方的货物有可能掉出来 影响到整个高速公路的安全 这个状况已经违反了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0条的规定 所信这辆速旅车最后靠边减速慢行 没发生危险 但根据道交处罚条例 若有货物不稳妥行驶时 发生危险 飞散脱落 可处3000以上 18000以下罚缓 沿路木急驾驶 恐怕也经历一场 国道惊魂 提北新闻宣传的潮战人综合不倒